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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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游戏干一点的也是正常的对吧 但是它这个系统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当你去打开内功界面的时候 你看到游光学一晶晶一晶晶 那么它如何去解锁呢 解锁呢是开服限购或者充值返利 就是说这样一个基础的项目 我是必须充钱才能得到的 我们再看其他的东西啊 这个抗龙游会来看会图星啊 开服限购或者拍卖行 你没有掉落的地点在拍卖行买 这个东西是哪来的 那只能是官方放出来的 是不是官方放出来一个 放出来就抗龙游会 然后你就可以去拍啊 然后拍两个东西呢 只能元宝交易 不能用这个游戏里的钱币来交易的 那么元宝呢获得的方法呢 就是每天有金币副本啊 我来给大家打一下看看啊 我们进入金币副本啊 开始干 大家记住我现在元宝数啊 75元宝 我们就跳过吧 因为这不是一期游戏试玩试比呢 5个啊 给我5个元宝啊 真慷慨啊 特别慷慨是不是 然后每天呢 那打金币副本呢 可以打三次 那么元宝的来源 呃是什么呢 就是但是要充值了是吧 那么还有种什么方法呢 就是说你可以去打到装备 然后去卖啊 进行拍卖 然后来进行这个元宝的交易 而这个游戏的装备拍卖系统呢 特别的神奇 它是这样的 就当你打到这种金色的装备之后呢 或者一些技能数 你会拿来拍卖 但是拍卖呢 只能拍卖一次 价格是拍卖行自动定好的 你是不能设置的啊 那么拍卖一次 如果在一个小时内没有卖出去 这件装备就再也不能拍卖了 只能留给自己用 也就是说呢 实际上想获得元宝的难度是很高的 比如说我这个人物啊 一个黄的 两个黄的 三个黄的 身上三黄啊 加上四五五个黄的 然后这两个技能数是可以卖的 也就是一共我打到了七件可以卖的东西 然后呢 这七件可以卖的东西呢 我一个都没卖出去 全部变成了绑定了 就是根本就没有人买我的东西 我难过啊 为什么 他们看不起我吗 而且游戏呢 滚伏的非常的快 其实一个区 可能很快的就没有什么人了 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理解为 它元宝的来源呢 基本上是要靠充值 靠其他的途径来 元宝呢 可能会比较的困难 这是我一个个人的判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也就是说我们去获得很多的东西的时候 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就是我们只能通过充值的方式来解决 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内功 是吧 开服线购和拍卖行 然后包括下面这都是什么东西 这个还有其他的内功啊 拍卖行和充值反例啊 都是基本上这样的来源 然后不充值带来的一个非常差的体验 就是打boss抢不过别人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暂时的问题啊 因为如果服务器里没什么人的话 就没人给我抢了 我看看我现在可以打的是 最高级应该是这个100级的 然后我们可以去打92级的 是吧 我两个105级的角色嘛 我可以去打92级的 好你看打这个boss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 这种boss的归属者只有一个人啊 就是我们必须把这个人干掉 但实际上的问题在于呢 就是你 你看看我的血 看我的血啊 问题就在于呢 如果你不充值的话 你就很难干掉人啊 你干不掉人的话 就拿不到装备啊 拿不到装备啊 是吧 你就没有办法很好地提升自己 然后去干掉别人 是吧 然后你干不掉别人呢 就拿不到装备啊 当然了 作为一个非重制玩家呢 你就不要想让人打过谁了啊 是打不过的 然后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想给这个人物升级啊 他必须要三个角色 105级后才能继续升级 那么我要解锁第三个角色 第三个角色怎么解锁呢 就是要完成这些任务 开启VIP7 到我们开了VIP7之后 就能解锁第三个角色啊 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竞技场我的分有点上不去 有点打不过别人 这个二星装备还比较好解决啊 因为普通boss也掉 总强化160级 是用什么强化呢 是用矿石 矿石是怎么来的呢 矿石怎么来呢 跟你讲啊 矿石是要挖底 那么去挖矿呢 我们要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首先啊 我们点他挖矿 挖矿之后呢 我们呢有雷弱的矿工 一次只能挖14个矿啊 而且会被人抢一部分去 也就是说 你想靠这个东西 要去去去去去 这个把你的装备 打造到一个 足以让你晋级的状态呢 是比较难的啊 是比较难的 所以你就要给他提升啊 提升用什么呢 用元宝 然后我没有元宝 我没有元宝 我就没办法提升我的矿工 然后我就拿不到足够的矿 就没办法给装备升级 然后呢 也可以抢别人的矿啊 问题是我23万 战斗力 我他们能打过谁 像一些高级的技能呢 这个技能书啊 就是你升一次要一本 升一次要一本 然后就要荣誉兑换 就像我之前说的 我的荣誉值呢 也不是特别的高 因为打经济场 也不太能打得过别人 所以他就是形成了一个 这个比较恶性的循环 他没有一个很良性的态势 能让你一直在这个游戏里玩下去啊 然后包括我还有很多 没有解锁的东西啊 什么船式装备 什么雷霆套装 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啊 应该后面有好多的系统啊 然后这边有好多的礼包 在等着我们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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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现在来可以来看一下 我的这个冲过值的账号啊 他相对的体验就能好一些 可以看我VIP等级也够高啊 然后也解锁了这个 VIP7和第三个角色啊 成功的用这个钱呢啊 就是让我比较舒服的过了这个坎儿 是吧 你不充钱也能过 反正就那点矿 你慢慢来 是吧 虽然说只玩了两天吧 也是可以稍微的窥视到一些 他的这个物价方面的东西啊 比如说我课金之后啊 买了这个内功的这个书 这两本书呢 加一块和人民币应该是200多块钱 然后很可怕的是你要知道 但是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解锁 是吧 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东西 就是你只能通过课金来得到的东西 在等待着我们啊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坎儿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这个游戏呢 你就都可以一下带五个角色 然后五个角色都是一样的 你想达到一个极致 你就要把五个人都配到一个很顶尖的重台 不太好想象 就是到底要投入多少钱 最后我不想留下什么太多的评价啊 这个大家只要一看的话 就知道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了 然后你可能会觉得 真的有人会去玩这种游戏吗 当然会有了 可能也会有很多人觉得 玩游戏磕点金也无所谓 反正我觉得这种游戏的研发成本也不是很高 大部分都是放在宣传成本上 只是说在我们眼光里面 作为一款游戏 真的是没有什么值得玩的 好吧 这东西 我们还可以有很多更好的选择 我打算啊 再稍微坚持一段时间 因为充值嘛 之前还充了个月卡 我打算再玩一个月 因为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 我们刚刚在视频里说什么 说我觉得这个游戏啊 过两天服务器就没什么人了 可能随着等级的提升 还有更多需要我们去充值的东西 这些呢 都是我们基于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情况 进行了一个合理的推测啊 我认为这个合理的推测的 成真的可能性呢 高达95%啊 但是呢 亲眼看一看 应该是更好的 是吧 为了严谨啊 大不了写个脚本挂着呗 好了 那么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啊 还记得一句话 我们不做过多的评价 毕竟我也不是在哪啊 都能横着走的是吧 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